这个漂亮女客服是个盲人 油腻上司经常因此欺负她 搭在肩膀上揉搓的双手 让女孩不敢出声 只能强颜欢笑 毕竟得罪了领导 她分分钟可能会丢了饭碗 但女孩一次次的忍让 只是换来了上司的得寸进尺 女孩名叫小美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不仅让她失去了父母 还夺走了她的光明 虽然受到了如此不公的命运打击 但小美也从没有怨天尤人 而是依旧保持着热爱生活 这天 她一如既往在下班后来到保安室 陪着孤独的老大爷一起看电视 然而今天 却碰见了阿哲 得知她不是原先的大爷 小美道歉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 天宫不作美 外面突然下起了暴雨 阿哲邀请女孩回来避雨 两人渐渐静下心来看着电视 小美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她听非常起劲 甚至在听到一些情节片段时 露出了纯粹自然的笑容 男人也被眼前的女孩深深吸引 视线一直停留在女孩的眼睛上 两人共渡了一整晚 直到大雨停了 临走前 小美把原本送给大爷的点心 全都送给了男人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送自己吃的 阿哲的心理 顿时生出了一丝感动 第二天晚上 小美又如期而至 看到中途 她礼貌地让阿哲开门通风 原来 是阿哲的脚在作怪 那一天 阿哲破天荒地洗了自己的脚 甚至还换了双新鞋子 两人待在一起的时候 是如此的简单美好 这晚小美和阿哲告别后回家 一辆车突然按了声喇叭 把她吓得摔倒在地 阿哲见到后 立马冲过来搀扶 还一路背着小美 把她安全送回了家 经过这一次 两人的关系又亲近了许多 为了感谢阿哲的帮忙 小美邀请她去看了演唱会 这让阿哲高兴坏了 也不好好看人唱歌 而是直勾勾地盯着小美 演唱会结束后 阿哲带着小美来吃烤肉 吃到一半 小美问起了阿哲的质疑 她这才知道 阿哲遭遇的不幸经历 原来 她曾经是个拳击手 做过打手 也打过假拳 后来还蹲了监狱 不过 她现在已经改过自新 离开了那个行业 小美不由地心疼起这个男人 他们之间因为这次的坦诚相待 彼此间又多了一层惺惺相惜 然而 小美帝领导对她依旧虎视眈眈 一天晚上小美下班回家 那领导竟然不请自来 而且不顾她的反抗 硬是闯进了屋里 领导闯进盲人女下属的房间 然后一把将她推倒在地 她口口声声说着表白 却因为女孩的反抗 而对她大打出手 她已经基于小美很久了 恨不得马上将她生吞活泼 看着男人渐渐向自己靠近 小美陷入了绝望 但就在这个时候 阿哲出现了 她怒火中烧 二话不说 就一记勾拳将她击倒在地 接着又是一顿暴揍 她死死掐住领导的脖子 恨不得就此把她了结 小美害怕极了 她担心阿哲会因为自己 而干出蠢事 于是大声喝止了阿哲 阿哲明白小美的意思 可即便如此 她还是掰折了领导的一根手指 并且捂住她的嘴巴 防止惨叫声吓到小美 从那以后 阿哲开始默默跟在小美身后保护着她 直到有一天 小美还是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她知道了阿哲就在自己身边 于是在一天晚上 她转身站在阿哲面前 说她已经辞了职 并想邀请她陪自己去郊外散心 第二天一大早 阿哲就在门口等候着小美 看到小美出门 她将一只导蟒犬塞进了她的怀里 希望小美以后没有忧愁 随后她们来到河边 阿哲给小美送了一块石头 而小美也送了她一块 这算是定情信物 两人手牵着手 终于确定了关系 小美的出现 让阿哲对生活重拾了信心 她将爱意融入家里的一点一滴 魔源的桌角 移走的门槛 阳光从窗户洒下来 小美用手摸索着阿哲的脸庞 想要将她的轮廓硬刻进脑海里 虽然她们从前的人生是不幸的 但万幸的是 她们在茫茫人海中拥有了彼此 然而命运却再一次捉弄了她们 小美带着阿哲去见自己的父母 也向她讲述起了车祸的经过 当时小美正在开车 突然看见一个浑身着火的人 从楼上坠落 她也因此走神 才最终导致了这场车祸悲剧 阿哲听完后身体一颤 因为这件事和她有关 那个时候的阿哲退出拳击戒后 去做了讨债的打手 而引火自焚的男人 正是在自己催债石跳楼的 原来 小美帝不幸和自己息息相关 阿哲在得知这一切真相后 她深感自责 恰好此时医院检查后说 小美帝眼睛有治愈的可能 只是如果现在不做手术 就会失去最佳时机 导致永久失明 于是阿哲做了一个决定 她要重新赌上性命去打黑拳 只要能尽快凑够手术费用 盲人女孩眼睛复明 却认不出眼前的男友 她给男人按摩后背时 男人的手钻得紧紧颤抖 因为这一幕让她想起了曾经 小美也是如此 她似乎能感受到这是阿哲的后背 然而当她抬头一看 患者的名字并不是阿哲 这不禁让她感到了失落 直到小美离开后 阿哲才松开了手 原来她死死攥着的 是和小美定情的石头 就在几个月前 阿哲为了治愈小美的眼睛 回到了老本行去打黑拳 她瞄准了一场金额非常大的比赛 只要打完这一场 她就可以赚过小美手术的费用了 一拿到定金 阿哲就带着小美去了医院 目送着她进入手术室的那刻 阿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因为她不知道 未来还有没有机会相见 毕竟她的对手身经百战 而她已经荒废多年 刚一交手 阿哲就迅速落在下风 但好在她一直不肯放弃 然而一场生死之战 并不是靠意志就能取胜的 还是要凭实力 正当两人精疲力尽的时候 阿哲恰到时机的两技勾拳 打得对手晕头转向 接着再一技高扫腿 终于让对手晕死了过去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 这些人竟如此疯狂地对她报复 不仅把她撞成重伤 还要驱走她的性命 好在有车刚好驶来 这才救了阿哲一命 阿哲知道现在已经无法 给小美带来幸福 而且她的样子 也不配再拥有她 于是她决定离开 她来到小美的店里 拿走了他们曾经养的乌龟 可刚出门 她就被一只狗扑倒 正是她送给小美的那只 毕竟相处了这么多年 狗狗怎么会忘得了主人 可此时的小美并没有想这些 只是一直关心她有没有受伤 但阿哲根本不敢开口 她怕小美听出来是她 于是急忙点了点头 接着便匆匆离去 小美回到店里后 发现乌龟被人拿走 正当疑惑时 她看见狗狗还在不停地叫 小美突然想到了什么 她的眼圈渐渐湿润 她意识到刚才错过了什么 于是急忙跑了出去 可无论跑到哪里 都不见阿哲的踪念 小美急得失声痛哭 最后无助地靠在墙角 用力拍打着胸口 然而就在她一筹莫展时 想到了两人的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当小美赶来时 果然看见了她 此刻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 她慢慢地走向阿哲 抚摸着她的脸庞 阿哲看着她的眼睛 最后还是控制不住情绪 紧紧抱住了小美 其实 眼睛复明后的小美 并没有想象中的开心 因为她弄丢了阿哲 而当下阿哲回到身边 小美才真正找回了快乐 无论眼睛是否看得见太阳 只要有她在身边 小美的生活就处处充满了阳光